同學,我們要計算1到A的總和 這個是 我們找Anaconda的Zubitr把它叫出來 這個在TQC是屬於第三類 在我們課本當然是屬於第四章 所以我們用第四章把它叫出來 這個第四章叫出來,我們是要寫一個新的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這邊按一個加字 這個很簡單就是說,我們要讓人家輸一個A值 我們可以輸完以後,我們用Integer函數把它轉換過來 我們用Input函數 然後我們就說,請輸入一個正整數 正整數 那再控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計算所有這個總和 我們打一個TOT 我們先把它歸為0,我們要算它的總和 那現在各位同學說,它這個回圈是要算for i in range 一般來講回圈就是用這樣 那我們要算1到A加1 因為A加1不算A,到A之間 然後這個條件就加一個冒號 那不是說每一個i值都要把它累加起來 我們是判斷If i這個百分比5 它是5的倍數 那我們就等於0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做相加 我們就TOT等於TOT 加這個i值 那等它這個回圈全部做完 我們按全部跳出來按倒退鍵 那這個TOT就是我們要求的這個 要求的這個值 那我們就把它print出來 TOT等於等於多少 看你要不要有 看你要不要有 就說 要幾位數的數出來 沒有我們就直接這樣 那有的話,各位同學一定要記得就是說 這個 認了一個變數 比如說我們希望到這個6位數 就6D 超過就補空白 這時候同學要注意 你用百分比 它對應這個 這個百分比的5、6D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按這個run 就讓它跑 就會出來 那這個有一個地方錯的原因是說 TOT等於多少 這裏因為少了一個 刮斧 所以它就出現錯誤 因為 這個刮斧 對這個 刮斧 這樣跑過來就可以 好 那我們比如說 我們輸的是100 它等於算1到100的 的總和 綜合 那各位可以看這個1到100呢 它變成1050 1到1234 就得到150 就是只要5的倍數的 那幾乎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說 5、10 25、30這些都算 好 我們這一題就講到這裡